哪來鄉因為起後以及土地關係 非常適合真蚵仔 最近哪來鄉民創董母 就在自己所前的餐裡面發現一顆 十多代金丹的大蚵仔 創董母做這顆蚵仔 關於在地農產消息北台教育部 一定中在自己好的蚵仔進行網路地步打賣 所在中全補關於公益團體 中超大的蚵仔沒有起來 剛才比人的面更大 當中已經是一般蚵仔的五杯 鄉民代表創董母也表示 當初因為朋友創董母的蚵仔 所以才來試鏡看麥 所以沒想到會來生到這麼大 在剛好出來的時候 當中身體每個十斤斤斤 無形當中 只有蚵仔製的 當時我餐頭要把它製造 沒有意思要把它管理 但是後來後 那時候發了很快 我連續製造六張 因為我又沒有放什麼肥 如果沒有放什麼技術 怎麼會發到這年快的 我穿幾乎的東西 是十一斤 比較喝十一斤 但是現在的一斤 是十斤過五斤 這下幾層出産蚵仔 如果是要大家可以出貨的大小 一般也需要七個月時間 你出産蚵仔 蚵仔製造六 也有一斤瓶 雖然蚵仔的平靜不一樣 不過要看到這年大 也真的是非常犯見 如果來蚵仔 現在這是夏天的蚵仔 你夏天的蚵仔 就是要從初期 世長開始製造的時候 要大到這麼大 就差不多要七個月 七個月才有它採收 你就是在五個月 你也要收肥 這種蚵仔都差不多在近出 而已 也沒有很大 因為這本人生蚵仔 你要很大 就要在冬天的水 就比較大 前面對這個超大的蚵仔 也將在七月十二號賣賣 透過幫助直播的方式來做打賣 目前有人發給花價三千六百塊 以這數位收益 也將全部關注公益團體 那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件事情拿來做公益 那預計在這個禮拜天 七月十二號下午三點半 我們在這邊辦理現場的直播 那歡迎各地的朋友 有興趣來競標 競標所得 我們全部會捐給創世基金會 那目前的已經有人喊見喊到三千六 那我希望說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希望有興趣的所有的民眾 能夠一起來共襄勝局 要來看到這年的蚵仔也真的是非常犯見 透過這次蚵仔翁會打賣的機會 也希望就出來提供在地蚵仔 歡迎大家到天來支持 記者講義 創報道